我再一点一点找回自己 能读懂眼底 从陌生到陌情 握住时间的线 我们一点一点 他应该就在车祸行程 因为我捡到了 他在那儿丢下的耳钉 果果,你一定要想起来 现在能记录真相的只有你了 大嫂,你又在跟果果说什么 妈 果果,你千万别相信他 不管你大伯母跟你说什么 都不是真的 蕙姐,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你一点愧疚之心都没有 果果的养母说了 她第一次见到果果是在降临的 我也能记得 那天晚上在我们后面开车的人 就是你 那是因为 因为大嫂一直对我有成见 所以她会误以为是我 大嫂 对一个还没有完全恢复记忆的孩子 你怎么还能够编出假的记忆来骗她呢 假的记忆 假的记忆 什么记忆都可以是假的 为了就有这一幕 我记得称之切切 志大去世了这么多年了 难道说一句对不起 对你就这么难吗 我没有做错事情 我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好了 您不要再吵了 是真是假 我以后会慢慢判断的 妈 咱们走吧 老师 我给天姐来了 那 老师刚刚说的话是给你们 你不要被你大伯母影响了 你大伯父和大伯母 过去一致感情非常好 可能就是因为 你大伯父他突然间去世 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所以他才会不会回来 事务会总有准备的问题 那你先回去吧 我还有点湿蹄药的 路上 再见 我记得我在妈的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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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是梦吗 好 妈妈 你口痛不用饭了吗 又疼回来了 怎么样 跟叔叔玩得开心吗 非常开心 谢谢叔叔 谢谢 恭喜你结婚了 谢谢 你看起来好像有心事啊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话 别客气 尽管开口 你已经很照顾我跟阿童了 难好一直再麻烦你 就应该的 你帮了我那么多 这辈子你都不知道怎么报的 妈妈 阿童 你在说什么 一会儿你要上哪儿吗 我送你过去 行 走吧 老婆 果果 大婆 我的乐虫啊 老婆 我都想死你了 你没想大婆呀 老婆 想啦 今晚碰一下 乐虫 老婆 果果 我这老见不到乐虫 你说我活得还有什么意思啊 你今天要是忙 你就先忙你的去吧 让我今天带带乐虫吧 对不起 这个我不能答应 谁知道妈会不会像上次一样 而乐虫断情 这种事情我可不想再做一次 老婆 我不行 你妈妈不让我做的事情 我以后不会再做了 我以后不会再做了 另外不是再见 乐虫 乐虫 果果 我以后 乐虫 你怎么不跟他挥挥手啊 不要 为什么不要啊 如果我挥手的话 我怕外婆会一直等着我 如果她要是等着我 看不到我的话 她会难过的 乐虫 你要是想外婆了 就随时跟妈妈说 妈妈跟爸爸带你过去 好不好 妈妈 我一辈子都不会 问爸爸跟妈妈对吧 当然不会了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算了 我就放心了 乐彤 你妈妈 是在世上最爱你的人 所以你以后长大了 一定要好好孝顺她 听到没有 对 金铃哥那么有钱 怎么能看上我的顶感呢 你还真是心急啊 都找到店里来了 你跟我出来一下 我现在在上班呢 有什么事在这儿说的 你那些个肮脏事 真的要我在这儿说吗 我怎么了 李云哲恐怕还不知道 你曾经怀孕的事吧 出来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什么意思啊 什么怀孕啊 你自己看吧 你自己看吧 那个孩子 现在怎么样了 看记录 你在医院产检到了八个月 应该也不能够做流产手术了 你把他藏在福利院了吗 你今天那么好奇 那我就告诉你好了 你不用告诉我 这些事 就留给你丈夫李云哲去调查吧 赵雨昕 你一直不停地嘲笑我女儿是单身的妈妈 吉广 你把自己的女儿藏起来 还妄想能够隐瞒这一切 不让人知道 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绝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你以为你这样就可以打倒我 如果你想要这样的记录 我随便就可以弄十份八份给你 你觉得我老公会相信你吗 那你就试试看吧 你要再敢招惹我们家依贝 我就把这份资料 送到李云哲面前 我看他会不会放过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都给你拿 你该不会真的要告诉云哲吧 怕了 如果害怕 那你就告诉我丁伟在哪里 不说 干什么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妈 你没事吧 妈 你先回去吧 我回头打电话给你 等会儿妈 我刚才听见 您也在找丁伟这个人是吗 真是奇怪了啊 怎么所有人都在找他呢 我爸刚刚拜托我 让我一定帮他找到这个人 我再来 你先去 张先生 这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吧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哪知道他 妈 你不需要拜托他找 放心 这人我肯定给你找上 嗯 就凭你 你觉得你能找到个人吗 作为一个律师 找个人对我来说 还不是小才一天啊 爸 您找我呀 来 雨昕 坐 坐这儿 雨昕啊 听说你现在 不管设计部的工作了 没有啊 爸 是雨昕主动和我提出来的 她准备专心 管理新闻店的业务 雨昕 你亲自和爸说 爸 我是觉得 可能要专心投入 才能把事情做好吧 这样也好 那你就尽快 把手和她工作交接一下 还有 结婚之前 雨昕凭借设计 获得的奖金 她准备全都交出 因为她已经是李家的人了 不希望给别人说闲话 这是合约中止协议书 当着爸的面 签字 雨昕这么做也对 既然是李家的儿媳妇了 再拿奖金 你手下的人会有怨言的 我妈今天找你 有什么事吗 她只是想知道张雨昕的事 我就把所有的事都跟她说了 包括她曾经怀疑的事 乐彤的事她也知道了 没有 我没说 我只说了她曾经怀孕 对了 我觉得你妈 感觉压力很大 我想帮她 你这怎么能算是帮我们的 如果她们知道 我是给张雨昕摇女儿的话 她们一定不会愿意的 说不定还会拆散我跟乐彤 我只是想让张雨昕有所顾忌 如果不这样的话 你妈永远摆脱不了她 而且我也很担心你 以前是 我们总受她欺负 但是以后不会了 可是要惩罚张雨昕的话 就一定要公开乐彤的身世 我怕 那样她会受到伤害 没事 我已经最好跟张雨昕 随时向法庭的准备了 为了乐彤 我还会受到伤害 走 小心 来 来 不好意思 好 快 走吧 好 好 你 我干嘛呀 为什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啊 那你呢 你之前做的事情都是和我商量过的吗 你也早生世 隐瞒和陆思春的关系 都是和我商量之后才做的 云哲 你以后别用这种态度对我了 好不好呀 我说你的老婆又不是敌人 别高估自己了 我只是收回了 原来就不属于你的东西 云哲 你这是要跟我换钱界限是不是 你夺走我的一切 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你明明知道我很爱你 我不管 反正不管是你李云哲的老婆 还是静女哥的继承人 这些身份我通通都不会放弃的 那你就时时刻的 反正马上就要被静女哥扫地出门了 要是将来你有机会 可以成为静女哥的秀长 说不定我会考虑重新把你捡回来的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我们两个不是因为相爱才在一起的 是 就是因为爱 我才没有马上抛弃你 还一二再再二三地给你机会 这是国际磁绣服装舍的真选战 也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紧的 要不要帮我 自己看着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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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生气呢 你到底在气什么呀 张华博 虽然我在遇到你之前交往过别的女生 但是自从我遇到你 也就是我爱上你的那天起 我心里就只有你一个人 这你是知道的 这我都知道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所以你就不要三心二意 也不要左顾右盘 请你只看着我一个人 你神经病啊 我每天都围着你跟乐同传 我还能看谁啊 陆思琛呢 他来找你 你能不看着他吗 云凯 你怎么能这么讲啊 那陆思琛是我朋友 他是令我所毒才那样的 你自己都说令我所吐了 吐不吐啊 我用错成语了 他呀 是醉翁之夜 不在酒 不在酒在哪儿啊 在 他是看张雨昕 所以才帮我的 这你知道吧 什么 弥补一下 帮我干吗 咱们夫妻之间 还有什么帮忙不帮忙的 说吧 什么事 真的啊 说个正事 我跟我哥要在 国际刺绣服装设计比赛上 一决高下 他找到张雨昕当的设计师 老婆 能不能帮帮我 给我当个设计师 这个呀 我恐怕帮不了你 张雨昕在国际上 拿了那么多大奖 我这三脚猫的功夫 怎么跟他比啊 时钟也好 刺绣也罢 都需要兼顾美观跟品位 最重要的 是你敏锐的观察力 你相信我 只要咱俩在一起一定能有 那好吧 你有什么想法呀 说出来我给你参谋参谋了 这个事呢 得回到房间慢慢地说 我可以帮你 我找你来还有一件事情 什么事 张雨昕的手机里面 有很重要的东西 我必须要删掉 我想既然你们在同一家公司 你应该可以帮我 她的手机 先生在等你 你在这儿干吗 被一只发现怎么办 你怕什么 她都已经知道我们的关系了 别给我废话 不好意思 你就是用手机的东西 来回去许舅长的时候 你还给我 你们俩在干什么 你在店里干吗 我刚刚点了她丢的手机 过来把她送过来 告辞 是 你还有什么把柄 在陆思琛手上 没有啊 那我就直接讲终点吧 如果你想在这次 真选展上迎离云开 就尽快把这些 国外设计师的资料 研究一下 做报告给我 我真没想到啊 你竟然会拉拢陆思琛 你以为那么重要的东西 我只会保存在手机里啊 如果你不想让金教授 听到丁伟的声音 那你知道自己搞定了吧 我就变成了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这个人 还是说什么 你把人打到地儿 对不起 妈 我回来晚了 妈 慧杰回来得正好 一辈也在家 是不是应该把她的身份证 重新办一下 你们觉得呢 那我要改名叫 金一辈了吗 难道你还想当长果果呀 不是 只是这个名字 跟了我十七年了 突然改了有点不习惯 妈 爸 我可不可以只改姓 不改名啊 金果果 你 你真的想叫这名字 奶奶 果果这个名字 对我来说有很多珍贵的回忆 我不想抛弃他 我也赞成 你为我爱上他的时候 他就叫果果 我不同意 每次只要听到果果这个名字 我就会想到 这是几年来他受的苦 我就是会很心痛 金果果这个名字挺好的 爸爸百分百的啊 尊重你的意见 那我呢 来 你是我李云凯的女儿 你当然叫李乐彤了 爸 可以吗 既然结婚了 你的这个意见也没错 这样的话我的名字 就不再叫张乐彤了 叫李乐彤吗 跟爸爸的姓喜不喜欢 李乐彤好好听啊 我喜欢 亲爸爸一下 真乖 好了 谢谢 让我去 你们两个还蛮开心啊 你们偷我戒指的事情 咱们该算算账了 这个戒指本来就不是你的好吗 是云凯他妈妈的 何况这件事情暴露出来 你应该感到解脱啊 可是你哥哥呀 他被戒指的事情 他就是不肯原谅我 一点好脸色都不给我 我多担心哦 他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把我赶出家门吧 海岚 嫂子这些年对你不错了 你可不可以 替我在你哥哥面前 说说好话呀 你嫁给我哥这么多年 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如果他不原谅你 他早就跟你离婚了好吗 是的哦 你这么一讲 我心里生不得了呀 你们怎么也不让我坐下 我已经肚子都饿死掉了 什么味道的 好不好吃啊 这是这抓给我做的孕肚餐 你不能吃 我不吃这个 我不吃这个 嗯 好吃哦 爷爷 爷爷你回来了 乐彤 你不是在金里阁吗 怎么回来了 我回来是要第一个告诉爷爷 我改名叫李乐彤了 以后就能跟您住在一起了 好 乐彤最乖了 以后啊 这就是你的家 你就在这住了 董事长 来 看看 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哇 别去连爱 谢谢爷爷 不过 这里面怎么有这么多啊 因为爷爷不知道乐彤喜欢吃哪种 我就让他呀 一样都给你买了一个 好不好 爷爷对我好好哦 等我长大了 爷要送爷爷一个礼物 什么礼物啊 这贵的假牙 吃了香香的 就可以跟我们一直坐在一起了 爷爷还从来没收到过这么特别的礼物啊 好 那爷爷安上了你送的假牙 一顿就要吃三碗饭好不好 好 走 我来吧 去把车给他 走 咱们回去吃冰激凌 走 你去找丁伟了 我是去找张雨昕的 怎么说张雨昕也知道你跟丁伟的关系 不是的 张雨昕她就是希望你误会我 她才会发那种短信的 如果你自己不理亏 你怎么会怕别人来抓把柄呢 你到底把定位藏哪儿去了 我也在找她 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 我真的快急疯了 你不是想找她 你是想把她藏起来 因为你要守住秘密 我现在明白了 为什么大嫂一回来 丁伟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因为谎话要被揭穿了 所以你要把丁伟藏起来 对吗 如果真是我藏起来的 我为什么不找她出来证明我的清白呢 你还在撒谎 我已经查过报案记录了 当年是在江林报的案 明明就是丁伟 你之所以家伙大嫂把一辈带走 就是不想让人知道你去过江林对吗 志明 一辈现在都已经回来了 我们就不要再提过去的事情了好不好 行了吧 如果像大嫂所说 我哥的死跟你有关系 即便你是一辈他妈妈 我也不会原谅你 我一定会找到你 我一定会把事情搞清楚的 为什么还是不肯放了我呢 一辈已经回来了 无论如何 我都要留在这个家 我绝不能够让张雨昕得逞 明哲 这份字画案你看一下 我有把握 我们一定会赢的 工作的事到公司再说 能不能别来烦我了 明哲 我知道 我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 这杯酒就当我向你赔罪了 好 你又完美完了 一样的赵叔叔 你到底还要用多少次 你真的当我是白痴吗 张雨昕 你知道你在我心里 流下的那道伤有多深吗 不想再看见你 不想再看见你 甚至在一个地方 和你呼吸着一样的空气 都让我恶心 这什么样的爱情 让我们 始终可舍不住 好 像一样的男人 你一直在家 那么多久 你自己看得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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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醒了 老婆 这一天辛苦你了 好好睡一觉 等一下 我不是遇见了你 我要为这里的事 我再续 好 我也帅你 只想要慢慢靠近 慢慢靠近 爸 这是张雨昕的通话记录 这上面这个号码很可能是顶尾的 要不要等我确认好 我们再看下一步怎么办 不用了 我自己来 我先去 惠姐 是你吗 是我 金志明 你在干什么呀 我不是说了 除了我的电话谁的都不要接吗 我看是金吕阁的号码 以为是徐秀长 你快去打包箱里吧 我还要躲到什么时候啊 难道你要去接穿我妈说的谎言啊 你忍心吗 既然依贝已经找到了 我想去金吕阁 当面请求大家的原谅 怎么可能啊 大伯父是因为我妈才死的 你觉得大家会原谅你的吗 再说了 我爸 他现在已经知道你跟我妈的过去了 什么 我 我和徐秀长 我们没有过去啊 是 丁伟 爸 你也先冷静一点 我们现在要尽快找到丁伟 你才能查清这一切的真相 我想先跟张丽辛见一面 如果这段时间 跟丁伟联系的是张丽辛 那她一定知道所有的事情 我有个想法 妈 你慢点开 开这么快是要去哪儿啊 妈要带你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妈 你快说呀 张丽辛她以前生过孩子 只要找到那个孩子 就再也不用怕她威胁了 哦 你知道那个孩子在哪儿啊 但是我知道 孩子的爸爸是陆思琛 只要跑一趟宝宝回家基金会 所以就能够知道那个孩子的下落了 那你找到孩子以后 决定怎么做啊 张丽辛 她那么害怕跟李云哲离婚 只要有了那个孩子 就有了跟她谈判的筹码 跟基金会的人约的时间快到了 我得开快一点 你坐稳了啊 好 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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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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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